光鲜亮丽的明星总是有着无数粉丝 并被这些粉丝重心拱跃地对待着 然而也有一些明星的行为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讨厌 对于屏幕上油腻的行为 观众或许还能忍受 但看到他背离道德的样子 你还能忍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让人讨厌的明星吧 10.黄晓明 随着于正监制的电视剧 并编不是海棠红播出 黄晓明的形象终于迎来逆转 摇身一变成为观众夸赞的洗洁精演技 因为此前提起黄晓明 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油腻以及自恋 尤其是在中餐厅第三季播出后 黄晓明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让他的油腻霸总形象深入人心 也让明学在网上流传甚广 不过黄晓明受人诟病都是有原因的 毕竟早在2013年的选秀节目《中国梦之声》中 黄晓明就直接对一位女性的外貌进行公开dis 作为评委的他在喜剧演员冷玩玩演唱完后 黄晓明对他的评价是 你虽然长得很重口碑 但是你的歌声很小清新 只要有点情商的人都知道 女生对于自己的外貌评价是很敏感的 而且这是才艺节目而不是选美节目 黄晓明更不应该评价他人外貌 No.9杜海涛 杜海涛作为吃快本红利的第一人 但近年来他的口碑却是越努力越心酸 而故事还要追溯到2013年的一期节目中 那时杜海涛一直在节目中充当的是兽气包的角色 某个游戏环节里为了快速完成任务 文章不管不顾的踹了海涛 节目播出后海涛的粉丝纷纷为他鸣不平 但海涛却卑微地解释道 文章爱得踹踹 希望他踹得再猛烈些 对此网友怒奇不争地表示 没骨气丧家之犬 原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另一出场景却直接让他身败名裂 2013年11月 海涛参加深圳卫视年度盛宴 作为主持人的他 在看到偶像权之龙后 不仅对权之龙大放示爱 而且单膝下跪给他颁奖 照片一出引起舆论哗然 而此后的杜海涛更是在自毁的路上越走越远 2016年鲍贝尔的婚礼上 作为伴郎的杜海涛 试图将伴娘们扔到水里 事件被报后 杜海涛只是轻描淡写地发了道歉声明 在此消耗了观众对他的喜欢 No.8 郭静明 2003年郭静明发布的《幻城》 被网友指出抄袭日本的盛传 他的另一部小说 《梦里花落之多少》 也被网友指责抄袭圈里圈外 郭静明甚至被原作者庄宇告上法庭 2006年北京市高院终审判决认定 郭静明抄袭事件成立 但事后郭静明表示 赔偿可以 但是绝不道歉 抄袭这个标签 郭静明是无法摆脱了 然而他还有诡辩大师这个标签 在《演员请就位》第一季里李承儒 质疑他悲伤逆流成河的价值观 而郭静明以一句话回复道 你可以永远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 但请允许它存在 这句话看似很有道理 将大家听得一愣一愣 然而仔细想想 他只是在偷换概念 此外观众本以为擅长诡辩的 郭静明内心强大 但事实上他有一颗玻璃心 同样是在《演员请就位》这个节目 郭静明组和别的组PK时 因郭静明组表现不佳 陈凯歌没有给他投票 郭静明就止不住的哭了半个小时 7.翟天玲 每年有多少毕业生 就有多少人恨翟天玲 他凭一己之力 让毕业论文查重标准提高了不少 2019年1月31日 翟天玲晒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 博士后录用通知书 可不久之后 博士后翟天玲就在一次直播中翻车了 网友表示想看他的论文 问其能否在织网上找到 而翟天玲却疑惑地问了一句 织网是什么东西 随即便引起轩然大波 直播间的网友们 立马开始怀疑他学位的真实性 翟天玲还在微博上解释说 只是跟大家开玩笑 然而这一波解释毫无作用 有网友爆料称 通过织网查询 翟天玲在博士期间写的一篇论文 有19%的内容 和黄丽华教授2006年发表的文章 有着高度相似的地方 此后该文章原作者黄丽华教师在朋友圈发文 这个表演打假警察的人 是要我起来打假吗 紧接着 有网友爆料称 翟天玲硕士学位论文 被指抄袭成坤的毕业论文 不久后 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撤销翟天玲博士学位 至此 翟天玲学术造假被吹时 百度词条还为这一事件有了专门的词条 6.罗志祥 今年4月周扬青发文官宣和罗志祥分手 并在微博系数9年来 罗志祥的各种渣男行为 在周扬青的文字中 可以看出罗志祥有一部专门的手机 用以不同的时间约不同的女生 对此网友不禁好奇 综艺常课罗志祥哪来的时间 随后又有网友扒出他的行程单 从行程单中 可以看到罗志祥的各个行程几乎无缝对接 而在如此繁忙的行程中 他还要不停的和女生约会 对此网友也给了他时间管理大师的称号 更有网友调侃 可以出本书了 不过罗志祥做过的事还不止如此 早年间他还被指抢了欧帝的女友 虽然他在一次采访中做出了回应 马克又承认是在欧帝分手很久后才和自己在一起的 但欧帝在参加节目时 也曾谈到女朋友被抢的事件 欧帝表示自己当时去参军 把女朋友托付给好友罗志祥照顾 结果他参军回来 女朋友却和好友在一起了 虽然他的言语没有点名到底是谁 但是大家都以心知肚明 No.5张大大 不知何时起 骂张大大成了网友的快乐源泉 别人上吐槽大会 还要把自己的各种槽点扒出来 而张大大往那一站 吐槽热力值瞬间拉满 有自知之明的他 也表示自己连续三年 虎扑讨厌男性第一 作为主持人的张大大 主持功利差是众所周知 而他的没礼貌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比如在高能少年团 他一上场就直接对张一山说 你好矮 还有饭局的诱惑 他直言萨贝宁主持功利 不及何炯 而这样的场面还不少 张大大总是用表面的直率 演示内里的无理 除此之外 张大大更是自恋过头 他竟然在偶迪歌神啊 节目中对阿娇说 根本不可能走到最后一轮 No.4 包贝尔 包贝尔这个演员一直是大家反感的对象 每次出镜都会让网友感到莫名其妙的烦躁 然而包贝尔的资源很好 很多大热的作品都有他的客串 而徐珍和新爷都只和包贝尔合作一次 之后就再也没有合作 主要原因是他所要的片酬过高 另外还有网友吐槽 包贝尔演技不行 还喜欢在剧组里强行加戏 就这样 没有好资源的包贝尔转行成了导演 成了烂片专业户 他的电影胖子行动队口碑低到冰点 这部电影上映七天就被紧急下架 不过要说包贝尔最让人反感的 还是闹伴娘事件 好心帮忙做伴娘的留言 差点被人丢到泳池 柳妍因为这件事被人误解 事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包贝尔竟然还在节目上喊冤 No.3 吴秀波 曾经看起来鸭匹绅士的大叔吴秀波 实际上和演员陈玉玲 有过七年的婚外情 2018年中秋节 陈玉玲在朋友圈发常文称 自己和已婚男演员吴秀波相恋七年 两人相恋后 吴秀波以剧组环境复杂为由 不愿陈玉玲再拍戏 还用佛金给他洗脑 一心照顾吴秀波 然而在陈玉玲发现吴秀波还有其他情人 并向其索要天价分手费后 吴秀波便设下陷阱 以勒索钱财为由 将陈玉玲送进了监狱 因此吴秀波如今的标签是 谈恋爱吗 要坐牢的那种 No.2 蒋敬夫 2019年11月26日 蒋敬夫女友在社交平台发文控诉 遭遇家暴 她表示和蒋敬夫在一起的日子 就像在监狱里 根据她的讲述 蒋敬夫不仅弄坏自己的手机和电脑 还对她拳打脚踢 扬言要一起去死 其实这并不是蒋敬夫第一次家暴女友 当时她的日籍女友也披露过她家暴的行为 从中浦优花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她浑身欲青 可见蒋敬夫下手的力度不是一般的很 而当时的蒋敬夫也因暴力行为 被日本警方拘留 最后双方和解 蒋敬夫也未被日本检察院起诉 她还曾发言致歉 称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然而两次家暴事件紧隔了一年 可见家暴果然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从今年7月开始 吃瓜网友最关注的应该就是 吴亦凡事件的进程 而吴亦凡事件之所以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个原因是她明星的身份 另一个原因就是她涉嫌多项不法行为 早在吴亦凡被警方控制之前 就有媒体报道称 吴亦凡事件或涉及伪禁品 而在7月31日 北京警方和中国禁毒官方账号 先后发布了吴亦凡被刑拘的消息 这更是引起网友的议论 关于这一点 其实早在都美竹等的发生中 有提到 从都美竹发文中可以看到 她和吴亦凡发生关系时 自己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 另外据网友透露 警方查出了吴亦凡的相关视频 其中一位女孩仅有13岁 吴亦凡的恶劣行径出人意料 据都美竹的爆料 吴亦凡团队以面试MV演员为由 对不少无知少女进行了潜规则 但也有知情博主爆料 最先被抓的并非吴亦凡 而是他的表哥 他被指是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据该博主表示 吴亦凡团队一系列运作成熟 已经形成产业链 而圈内几十个明星 或与吴亦凡团队有着利益关系 尽管目前吴亦凡事件 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但真实性尚不可考 毕竟警方仍未进一步通报 最后这些男明星 被人讨厌的原因大不相同 但归根结底 都是他们自身行为的后果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最讨厌明星名单 这十位是不是在你们的榜单上呢 除此之外 你们还讨厌哪些明星呢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就订阅点赞我吧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